在这里我讲一些重要的教导 是会帮助我们与神的关系 第一件事就是深信神是充满爱 很多地方看到神的爱 神创造这个世界那么美 神创造食物那么好 那么好吃又对我们健康是好的 神又做我们身体那么禽 我们又懂得想东西 又懂得有感情 人有感情 人会有亲情的 甚至神做动物都有亲情的 都有感情的 我们看到神做那么多美有感情 就是神有感情 所以才会做到动物有感情 去照顾他的子女 这都是神做 即是神本身有感情 所以他创造的人和动物 很多都有感情的 这个就是神的普通 我们看到的美善 神特别的恩典就是他参应耶稣救我们 这些就是特别的恩典 刚才我说的就是在世界大家都看到的 创造的奇妙 但是耶稣为他死这件事是一个圣经特别的启示 也是神 耶稣曾经来到世界上 神在这个世界上一直做不同的工作 这些是特别的启示 这些是我们透过圣经才有形式 但其实不仅是圣经有的 是根本当时是发生的 经历感的 是发生了的事 发生了的事 就是神成就他的计划 就是耶稣为我们钉死 神安排他到时候满足的时候为我们钉死 为我们赔罪的代价 叫我们能够百八得救 我们被改信耶稣 就能够百八得救的礼物 也为我们参应圣灵 感动我们去跟从他 又预备天堂给我们 这些都是神的爱和恩典 我们很多次不听话 神会立刻赶走我们 神会感动我们 因为他知道人的罪和软弱 这些都是神的爱 当我们看到神那么爱我们的时候 我们就心里充满感激 神的灵就能够改变我们 如果人的心是刚硬批判神 那心就封了 就像我们不喜欢一个人的时候 我们不跟他来往 就封了那个人的关系 如果我们对神有种抗拒 就封了神和神的关系 所以你任何人都是一样的 你和任何人 如果你生气了他 你就自然封了关系 所以我们想跟神有关系 一定是亲近他 遵从他 侍奉他 爱他 神就喜悦了 神也能够来到我们身上 有四点 会鼓励我们去亲近神 遵从神 第一点就是说 神是充满爱 充满恩典 第二 他是全能的 凡事都能的 第三 就是圣经说 我们亲近他 信靠他 遵从他 侍奉他 爱他 一定是蒙福的 圣经用很多经文去支持这个东西 我稍后再讲 第四 犯罪 不亲近神 不遵从神 不侍奉神 一定会破坏 所以这样的时候 我们当然是选择 亲近神 遵从神 我们的生命就蒙福了 如果不遵从神 这个第四点 就会被魔鬼偷舍 因为整个生命都没有了 好了 这里讲到 亲近神 尊重神 我简单讲一些经文 让你自己记得 譬如说 一个罪人悔改 天上都为他欢喜了 我们悔改 就算未改好 悔改未改 未改完 一悔改 天上都会欢喜了 所以看到 神原来 那么快接受我们 是神来寻找我们 寻找我们 当我们一回应神 我们一信靠祂 神立刻居住在我们里面 耶稣在门外扣过 我们一打开门 心门 耶稣就进入我们里面 他与我 我与他一同 坐直 一起吃饭 一起生活 即是 原来我们一信靠耶稣 耶稣就入我们的心 接待耶稣 入我们的心 祂就和我们一起 我们做什么是对的 神就回应了 做什么是合乎圣经 神就回应了 然后我们遵从神 圣经就说 就是建造在这个盆石上 就永存了 就是所有遵从神的东西 是真心的 是永存的 神是会赏赐的 那 爱神 圣经就说 神为爱祂的人 预备 眼睛未曾听见 耳朵未曾听见 人生未曾想到的 这个在歌林多前书二章九节 就是说 我们一爱神 神就为我们预备很多礼物 所以 爱神是最有福的 最有福得福的 然后 事奉神 就算一杯凉水给一个小子 都不能不得上前 但这个圣经讲的小子 是因为门徒的命 只把一杯凉水给者小子 都喝 还有 马可福音九章四十一节 那里是说 凡因你们是属基督 将一杯水给你喝 我实在告诉你 这人不能不得上前 就是说 是因为属基督 就是做在基督徒身上 或者做在不信人身上 想带祂信耶稣呢 这个才是神所纪念的善行 就是好行为 不只是你起床足路 给钱乞衣 但你给钱乞衣 全福音 这个就是好行为 就是神祭连的 那如果只给钱乞衣 耶稣爱你 耶稣祝福你 都可以的 都可以的 那你简单地说 你信耶稣 耶稣将永生赐给你 都可以这样说 简单地说 神都是祭连的 就是无论多小的事 做在人身上 就算有些人跟你交往 耶稣爱你的 耶稣安慰你的心 耶稣叫你的心平静 舒服点 那你这些说话 你都是荣耀神的 那这些都是神纪念的 所以做这些的圣经说 一杯凉水都不能不赏赐 何况你去将福音带给他 何况你将耶稣的安慰带给他 所以耶稣这句说话特别 重点就是说 你做了一个微小的人身上 做最小的事 神都欢迎 是因为耶稣的缘故 想他们得到福音的缘故 所有做的事 这些都是侍奉 原来侍奉是必然的 圣经说 如果没有做着主的顶身上 就是没有做着耶稣身上 马太二五章 他说 这些人要进入那位 魔鬼和他使者预备到永火 就是进入永火里面 要一个人完全 圣经说六类的果子 要完全没有这些果子 他是不能得救 那些不是靠行为得救 我会告诉你 第一类 就是 初头两类是和救恩有关的 就是继续悔改离开罪 第二 就是继续信靠耶稣 这些是我们信主的时候做 就是说一个人信耶稣 不会说初头离开罪 以后就不离开罪 一路离开罪 第二 就是一路信靠耶稣 做救主和主人 这些都是果子 就是你真信耶稣 圣灵在里面 就会产生果子 然后三四类的果子 就和关系有关 就是亲近神 尚在耶稣里面 耶稣就是尚在我里面 这个人就是当结果子 如果不尚在耶稣里面 就好像枝子雕像后面枯干 人拾起来 所以没有亲近神 就枯干 苏联生命就干 干到零 这样的时候是进入地狱 完全和神没有关系 和神关系是什么意思呢 会看圣经思想神的话语 会去赞美神祷告 神感动我们 我们有回应 就是有交流 这就是关系 没有交流 有些人只是口说 但根本没有回应神的感动 这样的时候 他不是和神有关系 就是关系是双方的 神感到我们会听话 这些是果子 不是得救的方法 是得救的后果 然后第四就是爱神 圣经说这个第一条界明 最大的界明 就是尽心尽性 尽以尽来爱主这个神 还有圣经有讲到 就是说 若有人不爱主 即可做可就 如果不爱神 可做可就 所以都挺严重的 好了 跟着最后两件 是和行为有关的 第五就是遵从神 凡清风 我主下主下的人 就是主下主下 救我 帮我 医我 给食物我 给钱我 不能都进天国 如果他只是求物责 就是求耶 唯独遵行我天父子的人 才能够遵行 就是说 亲近信靠神的人 一定会遵从神 他完全没有遵从的 好像耶稣说到 当那天 哪有很多人对我说 主下主下 我不是奉你的名传道 奉你的名赶鬼 奉你的名行 很多异能吗 但耶稣说 我从来不认识你 你这些作物的人离开我去吧 就是说 这些人应该的意思是 他们是传途 赶鬼行义 但是根本 跟耶稣没有个人关系 在生命中 又会骂人 伤害人 说大话 贪欠 得罪人 做一些不好的事情 但是他不悔改 他只是在外面做一些 就算传道 因为有些人传道 他们都是犯罪的 有些人传道 他跟家人有吵架 他自己本身没有亲近神 只是一种道理 有些教会 奇形怪状 什么都有的 有些甚至相信 同性戀都可以的 圣经很清楚说 同性戀在旧约是要判死刑的 在新约说到 同性戀在他们身上受网为当得的报应 这是神所憎悟的罪 但是有些牧师说 不要紧要的 在圣经里面没有这件事 他们作出来不是跟圣经的 有些教会说 天母 不是天父 天母 神是女性的 奇形怪状 有些甚至信什么宗教都可以 现在罗马天主教 上网上的教皇 你可以看到 他公开宣布 其实是他们之前 凡帝纲的会议已经决定了 所有宗教都可以去到神那里 这是他们的教导 这是不合乎圣经的 他虽然传道 行义能赶鬼 但他根本不是行真理 不是遵从神 他是不得救 但他不是靠遵从神 我们亲近神 悔改 应该说清楚 悔改信靠耶稣得救 不是遵从神得救 是信靠 是信 信靠耶稣得救 好了 第六类的果子就是侍奉神 侍奉神 侍奉神是什么意思呢 我再去一下 因为我再说错了一点 就是说 亲近神 其实亲近神不是得救的方法 得救方法只是信靠 信靠 悔改信靠耶稣做救主 那些果子是会亲近神 但是亲近神不是得救的方法 得救方法是信靠耶稣 又第六类的果子是侍奉神 在马太二五章很清楚说 第二第三个比喻 第二个比喻 第二个比喻 就是拿了有五千二千一千两 那一千一千的卖藏在地上 他没有用他的恩赐 所以耶稣就是没有用恩赐 第三个比喻就是绵羊 山羊的比喻 就是说到耶稣在他荣誉中降临的时候 将万民分开 绵羊在右边 山羊在左边 绵羊就说 你有做在我的一个弟兄身上 那他们就说 我什么时候做啊 那他说 你做在一个小子的身上 我的弟兄身上 就是做在我身上 就是耶稣说 你做在我身上 然后他说 你做在我一个小子身上 就是做在我 我一个弟兄身上 就是做在我身上 然后左边那些呢 就说 你没有做在我的身上 那么他说 你没有做在我的一个弟兄身上 就没有做在我身上 那这些人要往为魔鬼 和他使者预备的永火 所以耶稣 其中一个果子就是 是侍奉神 就是祝福人 使用我们的恩赐 去帮助人 认识耶稣 不是只是帮助人家 做好人 不是只是做好事 就是帮人认识耶稣 当然包括做好事 那这些是得救的果子 我再说六类是什么呢 我得救的方法 就是悔改信靠耶稣 但是我得救之后 会继续悔改离聚 信靠耶稣 亲近耶稣 遵从神 爱神 然后遵从神 然后侍奉神 然后侍奉神 其实圣灵在里面居住 就会推动我们做 而我们这样做的时候 神就全部答应祝福 就算一杯凉水 神也会祝福 住在他里面 他就想在里面 就多结果之后 所以圣经是说到 所有你遵从神的地方 神都一定会祝福 所以我们想生命好 就一定是爱神 亲近神 遵从神 就得福了 就不要觉得 哇 我看圣经祈祷 是功德 不是功德 就是不像我做好事 哇 我做了好多好事 我配得 其实这些全部都是 只是 方法 我们得到神的祝福 就好像有个人就饿死了 有个人把食物给他 他求人 你给食物我 黑钱 有人给他 他说 因为我黑 所以我便有食 他不是因为他黑 是因为那个人联盟他 他黑不是功劳 黑不是一定有钱 所以是那个人联盟他 我们求神 并不是一种功劳 只是我们很惨 我们求耶稣帮我们 耶稣很乐意帮我们 是恩典来的 所以我们就时时感谢神 的恩典 越信靠神 神的恩典 就越在我们身上 爱神 神就为你预备 你想都想不到的恩典 眼睛未曾看见二朵 未曾听见人生 未曾想到的恩典 神就将好多礼物 赐给我们 所以圣经讲 就是行神的路最好的 但是犯罪呢 《药幸福》五章十四节 不要再犯罪 恐怕你遭遇的更加厉害 犯罪 就会带来更加破坏了 整个生命破坏了 魔鬼就偷窃杀害毁坏 还有呢 顺着情欲杀种 必从情欲修敗坏了 骂人 又被人骂回 骂人又不开心 神又不喜悦 即是每一样罪 就算憎恨人也好 不要输 那里面就腐烂了 里面就憎恨了 里面憎恨的人 就没有平安 没有喜乐了 所以任何的罪 就带来我们的破坏 而我们做任何的好事 圣经讲都是应该做 为什么呢 神救我们这么大的恩怜 我们付出的代价有多少呢 神拯救我们 神救我们出来地獄的火 神又创造我们 神又为我们有奇妙的计划 这么多好的恩怜 所以我们做的是应该做 就是人救我们 有个人救了一条命 那你就请他喝茶 或者你送些东西给他 这些所有的事都不及他救了一条命 所以我们就说神 我们做的是应份做 因为你救了我一条命 我们有永生 救了一条命 不只是活在世上 而是永生 永远得福 天堂那些事 我们做多少好事都赚不到 你世界上赚的钱 赚到多少钱 可不可以买到天堂呢 买不到的 所以这些全部都是因恋 当我们有这个心的时候 就很自然地 天天亲近神 赞给神 神的平安就来到了 整个人轻松了 又爱神 又遵从神 神就喜悦了 那这样做人呢 就开心了 就快活了 也都在网上可以看我影片 你看到很多教导 如何走神的路 整个人闻福 那天天欢喜快乐 还有一个喜乐的方法 是什么呢 因为圣经说 你做任何对的事 一杯凉水都不能不得上次 做了一个小子身上 因为他们属基督而做的 或者带他们信耶稣 神欢喜了 所以我们做任何对的事 我们都可以开心 我有祝福人 我也可以开心 我们赞给神 神又欢喜 我们献上感恩为祭 感恩为祭 神又欢喜 所以我一赞给神 我就可以欢喜了 不是骄傲 我知道 我祝福神的影响 神说了他欢喜 他就欢喜了 所以我就欢喜快乐 我就开开心心 我就兴奋做 这样你就由早到晚 一起床 感谢神 神现在很开心了 圣经在西方的书 说到什么 他因你欢欣喜乐 麦而爱你 且因你喜乐 而欢呼 他因我们欢欣喜乐 默默地爱我们 且因我们喜乐 到欢呼 你又说 神这么爱我 我就感谢神了 我就欢喜神了 我就喜欢神了 我就喜欢神了 我又喜欢神 神又欢呼喜乐 喜乐 而欢呼 你想想 耶稣开心笑 你又说 多谢耶稣 我做这么小的事 你都这么开心笑 我很乐意做多些 你欢喜的事 去荣耀你 让人看到神这么好 你这样做人 你又开心 我一做对的事 我就开心了 就尽量不要吃垃圾 譬如有时候 那些人 骂我们 骂骂吵吵 吵吵吵 想想 他其实他都被伤害 他被伤害很多 所以他伤害我 我就不用那么介意 不用那么激气 越激气 我就犯罪了 因为负面的情绪 圣经说 犯不是出于信心 都是罪 猛诊 不是出于信心 都是罪 所以他骂我 我跟着猛诊 就是罪 他骂我 我就想想 其实这个人 整天都喜欢骂人 他被伤害很多 所以他里面有很多忤怒 我就连述他 善待他 你善待他 他或者有一个感动 他说 为何你会那么好 你告诉他 听耶稣来 他就看到耶稣 那么好 他就改变了 你的爱心 软化他的心 就算他不改变 但我们这个见证 都是永远神的 所以不要吃垃圾 那些不好的人 说的负面说话 骂骂骂吵吵 我们都不要吃 自己都平稳安静 有什么事要做 就做 不用急 不用猛 我们可以快快做 但是不用急 不用猛 就是说 我能力做到那么多 我就做那么多 开心做 我这样做 盡责做 神都欢喜 盡责 因为耶稣的缘故 我要荣耀耶稣 在工作上荣耀耶稣 神都欢喜 这样 我们整个生命 整天都正面 和一做对 我现在做 神喜欢的 我就欢喜 这个是开心的琐事 有些人不懂 慢慢做 慢慢做 还有很多要做 那就不开心 还有很多要做 还要很快很快做 那经常都是压力 耶稣说 我骂是容易 我淡子是轻散的 父耶稣的骂是容易 因为我们一做 神就欢喜 神就加力给我们 这种是轻散 喜乐的人生 就不是一种沉重的人生 有些人是活得很沉重 很重很重的 我们不需要活得沉 我们不需要活得沉 这个人也会儿 我希望你能疑 也要不需要活得沉 这个人也会儿 喂 有点准备 这样 我费一颜 这么高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